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聊聊奇妙的汉字 汉字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文字系统 分毫之差,意识迥移 可以说汉字是世界上比较凡难的文字 难写,难认 但造字法就有六书之说 其中以形声为主 有人说汉字90%以上都是形声字 据统计,说文解字收汉字9353个 形声字占82% 南宋正敲对23000个汉字进行统计分析 形声字占90% 现代汉语7000个通用汉字中 形声字约占80%以上 不知内里的人认为 汉字以形声为主 靠猜和蒙就能读出 那么事实是这样吗? 下面我们看两个地名 这两个地名它们在哪里? 是一个地方吗? 你能正确读出它们的读音吗? 第二个可能较容易 第一个,古今能难倒一部分人 我们借助谷歌地球 搜一下这两个地名 这一个线是位于平顶山市下辖的一个行政区域 这是家县的地图 我们再找另外一个 陕州区 在行政区划上属于中国河南省的三门峡市 这个陕县于2016年已经改为陕州区 这是2016年前陕县的地图 原来陕县属于中国河南省三门峡市 而家县属于河南省平顶山市 有趣的是 在陕县峡区内 还有一个叫峡市乡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有陕县和家县 引出四个红色的形体相似的字 这四个字有三种读音 而他们的行旁和身旁 有时是位置不同 有时候是行旁不同 无论山 陕 甲都有原因啊 古代可能是阴铜的 经过一两千年的演化 现在已大不相同了 那些认为汉字80%以上都是形生字 靠猜和蒙就能正确读出读音的朋友们 看到这样的结果 可能会心里大失所望 以上是合体字的例子 已经凡然如此 读体字更麻烦 举例来说 物虚年 猪八戒 容装 赤月 束手成都 如果把这句话中的红色字 单独零出来 大家能全部认清吗 这是红色的七个字 大家看看这些字 形体何其相似 而且这七个字没有反简之分 无论大陆 台湾 香港 澳美 及海外华人 写不出两个字样来 也就是说 他们自古至今 没有发生反简的变化 但是你能正确读出他们的读音 并了解他们的原始意思吗 下面我们借助说文解字 把这七个字分析一下 说文解字成熟于东汉 大约相当于公元1821年 距今有1900多年的历史 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分析字形 和考究字源的字书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字书之一 第一行撰文 是直接从说文解字里面摘录的 第一个读月 说文说大斧也 大斧头的意思 第二个是树 手边也 第三个容 兵也 兵及军队的意思 我们平常听说一个词语 叫投逼从容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比较一下 树和容 所不同的地方是树 好像是一个人拿着一杆长阁 在守卫边疆 而容 后来演变的十字 其原始意义相当于一个盔甲 无论盔甲和兵格 都是兵器 代表军队的意思 第四个 虚 说文解释它的意思 灭眼 霍湖里面是大陆的简化字 同时 虚作为地支 第十一 对应的生肖是狗 凡是谋虚年出生的人 其属相 均为属狗 另外 虚石 是中国古老的十二时辰祭石之一 相当于现在的晚十九点到二十一点 别称黄昏 也就是中国古代所谓的一经天 第五个 雾 说文解释它的意思 中工业 在这里不做进一步解释 这个雾 作为天干第五 中国古代有纪念法 用天干的十个 配地支的十二个 用这组合的方式 每六十年 轮成一个家子 第六个 是一个常见字 说文说 它的意思是 就业 这个一般人都认识 在这里 不做过多解释 第七个 戒 说文解释 它的意思是 井业 以上 结合说文解字 我们分析了这七个字的 原始意义 及其字形 它们差别很小 也比较容易混淆 一般 记忆这七个字 有一句口诀 叫横须点数空心物 横折顽钩 罢成读 月为斧头 容戒兵器人物 分清楚 由于时间关系 大家仔细体会 这七个字 如何进行记忆 以上就是 博大精神汉字的 两个范例 足以见起 玄傲之一般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的观看收听 再见